台東現在因為颱風遭遇到嚴重的損壞 有很多路樹倒塌 有八個鄉鎮市都需要人力和機具 來進行災後復原 但是資源卻相當不足 高雄市在六號晚間 調派車輛 機具還有人力到台東來協助救災 目前清理的樹木 暫時堆聚在各鄉鎮市的垃圾掩埋場 預估是有超過上百公噸 除此之外 停電也導致有養殖場出現 兩萬多隻機的死亡事件 政府是趕快的協調調來化制車 並在走大約三十噸的死機進行處理 台東加油 高雄市政府六號晚上派出三十二部 大型車輛機具抵達台東 也帶來八十名人力支援 在風災後 救災人力缺乏的台東縣 終於等到第一批救災支援人力 一早高雄市支援人力馬上投入台東縣八個鄉鎮市 協助清理倒塌樹木的工作 由於這些樹木數量實在太多 尤其是大樹無法分化處理 目前台東市垃圾掩埋場就堆了超過五十公噸 數量驚人 我們先站置在各鄉鎮市的掩埋場 那將來我們掩埋場進行整理整頓計劃的時候 再一併來處理 由於颱風造成停電 不少畜牧場發生災情 其中集中型的養雞場 因為煤電通風不良 造成全線超過兩萬多隻雞死亡 大約六十公噸 縣府接貨通報 緊急協調屏東的處理場業者 再走三十公噸處理 剩下的由台東縣自行處理 協調了環保局 我們會用台東現在正在使用的焚化爐 來逐漸的來把它焚燒 把它處理掉 縣府估計農業損失已達七億多元 續產養殖的損失還陸續發生 縣府強調會盡快處理死亡的續產動物 防止傳染病發生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